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奶茶 今天这一集就是要带你们来找度假村的五颗巧克力在哪里呢 先从度假村的门口出发 那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往石头的方向走 石头这上面有这个人数牌 巧克力就是在人数牌的上面 找到之后我们就直接到旁边的吊具店 在吊具店的这个柜台上面呢 就有一颗巧克力啰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对面 对面有一个卖饮料的这一区 巧克力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凤梨的旁边 只要站在柜台的前面呢就可以感应到咯 接下来我们从这个位置出发 我们要到对面的豪宅 这段路呢蛮长的 建议大家是开车过来会比较快一点哦 到达豪宅之后呢我们从这里进去 然后往浴室的方向走 在这个浴缸的上面呢就有一个杯子 那巧克力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杯子的上面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啊 那离这边超级远的 大家记得度假村呢还有另外四个小套房吗 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大豪宅的对面 那我们要先穿过这个卖饮料的吧台 再经过这个柜台这里 看到磁场之后呢就离这个四个套房比较近啦 接下来我们一直直走到最后面的左边这一间哦 巧克力的位置在梳妆台的这上面哦 今天在度假村的五颗巧克力呢都找到咯 今天找完呢没有奖励可以领 我们要等到明天找完六颗巧克力才可以拿到最终奖励哦 在昨天的商城介绍里面有跟大家说这个甜蜜蛋糕卷的礼包 今天呢来开箱给你们看咯 礼包的部分是由莉莉提供的 那她这里已经购买好咯 会有这个蛋糕卷辫子头 然后是非常可爱的甜蜜蛋糕卷法窟哦 蛋糕卷连身裙呢超漂亮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蛋糕卷皮鞋 礼包商品呢总共会拿到这四样东西 没有眼睛啊真的超可惜的 接下来就是展示这个服装给你们看咯 首先呢是小宝宝的体型 这里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接下来是一般的体型 那我还蛮喜欢这个头上的发箍的 而且她的裙子啊也非常的梦幻 接下来换长腿的体型 那也可以看到她的鞋子呢这个袜子的部分也变长咯 这套衣服呢搭配长腿的体型也蛮好看的 最后呢就是我们胖胖的体型啦 可以看到她前面的蝴蝶结呢变得非常大 后面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两个蝴蝶结 以上四种体型呢就给你们参考咯 明天呢会展示这一次的活动家具 还有衣服给你们参考 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咯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